最近,由中美联合拍摄的电影科幻灾难电影《巨齿沙热影》,被誉为是鲨鱼类电影巅峰之作,杰森斯坦森,李冰冰等明星,在片中有非常抢眼的表现, 而巨齿沙出现在三亚进海时候,海滩上密密麻麻的人头,让很多去过三亚的观众会心一笑,看过影片后,一个网友向我提问,巨齿沙那么厉害,那么现在的核潜艇打得过这种史前的深海霸主吗? 图片,巨齿沙海报,可以看出巨齿沙的体型,图片,李冰冰在巨齿沙中有精彩的演出,巨齿沙这种巨兽,由于形成代谢需要大量的食物,随着两极的变冷,不再适合巨齿沙生活,而大型的金则能够在基地活动,这样,在缺乏食物的情况,下巨齿沙灭绝了。 但也有人认为,巨齿沙还生活在深海之中,图片,巨齿沙牙齿化时,与人对比,影片非常精彩,这里就不剧透了,大家到影院中去一睹为快,这里想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何潜艇打得过巨齿沙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两者的体型差距,首先来看看巨齿沙,根据考古发现,这种生活在2300万年的庞然大物体长可以达到20米,体重最大达到103吨,平时已经胃食,巨大的牙齿和咬合力,能够将庞大的金鱼脊椎咬断,比霸王龙的咬合力还巨大。 图片,巨齿沙的尺寸对比,图片,巨齿沙与霸王龙的对比,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对手,核潜艇。 核,潜艇是人类水下兵器的巅峰之作,与巨齿沙相比,核潜艇可以说是更加庞大的海兽,以世界上最大的台风级战略导弹和潜艇为例,水下排水量达到26500吨,长达171.5米。 最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奥斯哈级水下排水量24000吨,长155米。 美国海狼级攻击和潜艇,水下排水量12139吨,长107.6米。 这些人类制造的潜艇在巨齿沙看来,是一种远比其庞大的海底怪兽。 就这体型的差距就可能让这些懂得趋利避害动物本能的鲨鱼远远的逃离。 图片。 台风级与一艘攻击和潜艇相比,可见其体型实在太大。 从感知设备来说,现代核潜艇拥有完整的升纳体系。 以海狼级和潜艇位力,装备有ABQQ5D整合式升纳套件,包括鹰骨直径高达6米的舰手主被动球形阵列升纳。 位于舰身两侧的ABQQ5宽孔被动阵列升纳,TB16与TB23被动式拖曳阵列升纳各一。 舰手还有一具ABBQS24高频近距离主动升纳,可以探查冰下环境和水雷侦测。 这些高灵敏度的升纳系统,可以及时发现深海中的大型鱼类,像锯齿砂这样庞大体积的大鱼,是逃不过现代升纳探测的。 图片,现代核潜艇水下机动性非常高,探测和攻击手段多样化。 再说攻击手段,锯齿砂的主要攻击方式是巨大牙齿的咬合度。 但是,对于比自身体积庞大的多的核潜,听完说,锯齿砂的大嘴以及牙齿可能,就有点无从下嘴了。 而现代核潜艇的高强度刚,以及一些钛合金核潜艇,其挺体的坚固程度,可以达到磕破砂于牙齿的程度。 而当锯齿砂来袭,潜艇可以发射气木弹进行威射,气木弹是反鱼雷的一种无源干扰手段。 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发射后气木弹,中氧化钙于海水会产生剧烈反应,形成巨量的气泡。 这主要是为了隐蔽潜艇自身的噪音,并干扰声道鱼雷的探测。 这种防御手段对于锯齿砂来说一样有效,锯齿砂在发现突然出现的巨量气泡后,在不明情况下会放弃对潜艇的攻击。 图片,俄罗斯、奥斯卡及攻击和潜艇拥有拥有650毫米大型鱼雷发射管。 作为攻击手段,潜艇在发现锯齿砂后,可以采用鱼雷攻击,生制导或者是有限制导板前鱼雷将成为巨大海怪的杀手。 我们不知道锯齿砂有起来的速度,火睛可以达到55公里每小时,就算锯齿砂的航行速度更快,料想100公里每小时就顶天了吧。 而俄罗斯的65型反潜鱼雷航速60节,也就是111.12公里每小时,美国的MK48重型反潜鱼雷航速55节,等于101.86公里每小时。 俄罗斯最逆天的暴风超空炮鱼雷航速200节,也就是350公里每每小时。 所以锯齿砂的速度在这些人类研制出来的水下兵器面前是不够看的。 而且这些还都是制导鱼雷,要,拜托也没有那么容易,再说鲨鱼看到鱼雷来了,本能反应不是逃而是一口咬下去。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被核潜艇的鱼雷干掉,图片,发射MK48鱼雷的海狼级潜艇,所以说,锯齿砂作为史前巨兽,即使来到现代,面对人类打造的先进核潜艇来说,只有逃的命,根本不可能像一些科幻小说,中说,的那样变身海中怪兽去袭击核潜艇,说到底还是这个吨位尺寸的差距, 只有真的锯齿砂长得像哥斯拉那样庞大了,才有资格与人类的水下巨兽一较高下,图片,真的要和军舰或潜艇对着干,锯齿砂真的长得像哥斯拉怪兽那么大,最后想说的是,有些网友评论很有意思,就算是锯齿砂出现在现代海域,根本都不需要动用核潜艇这种军用船只,只要说锯齿砂吃了能够补气养颜,颜绵一寿, 估计人们使用民间船只,都能够将锯齿砂捕捞得再次灭绝,对于人类而言,就算是锯齿砂重新出现,冲袭量也是人类餐桌上的又一道美味吧,图片,电影中三亚前海中的锯齿砂,这个体型也就是下下人类,在核潜艇面前真不够看,图片,真正的海洋巨兽是还是这些庞大的核潜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